啊 说在photoshop开始之前呢 我们已经解决了photoshop的三个问题 什么颜色呀 分辨率呀 涂层啊等等一些东西 那么下面我们要解决什么东西呢 我们下面就开始正式进入photoshop这些 我们开始正式进入photoshop这些学习 进入哪些地方呢 我们从工具箱中的一些工具的使用 给大家讲起 我呢不会讲到那么细 什么这种工具 让我讲就有点 没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大家都会用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所以我们不去讲那么细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工具呢 我们要重点给他就讲一下 哪些东西呢 大部分工具是分分为级别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工具有个特点 就是这六个一组吧 这八个一组吧 然后这四个一组 这四个一组是不是啊 分开的 那么这六个呢 第一个六个我们称之为基本工具组 也称之为选取和移动工具组 都是最基本的工具使用 太简单了 那么这八个呢 我们称之为绘画与修饰工具组 在这里边 实际上是Futoshop真正核心 要用到的东西 这个八个 真正要用到的地方 就是整个绘画与修饰工具组 那么这一组呢 矢量工具组 因为Futoshop是未图的 但是呢 他为了跟矢量挂钩 他用矢量工具组 就并了一些illustrate的工具在里边 我们让图形跟图像 同步的这种合作 是有必要的 曾经有一句话也这么说 我说 你在学平面设计里面 如果你只懂Futoshop 是相当于你只会用右手而已 你要是不懂illustrate这样的 矢量软件 你就不会用左手 你跟人打架的时候 难道只有一只手打吗 不行吧 所以两手都要硬嘛 是不是 葛哲老师说 一样的 所以矢量工具你要会用 相当于你是必须的会用 所以说 平面里面 你要是单独抛开位图 不去搞矢量 光做矢量抛开位图 都是不对的 这是最基本的两只平面的东西 那么这组工具也很简单 这组工具我们称之为 那个辅助工具组 在这里面经常做一些辅助的工具 什么加注释 玄学的 所以你看 难吗不难 第一组工具组我不讲的 太简单了 这组工具我也不讲的 这是跟实量挂钩的 这组工具也很简单 不说 所以工具箱里面重点讲 绘画与修饰工具组 绘画与修饰工具组 在绘画与修饰工具组里面 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给大家 慢慢来解释 给大家阐述的 有些东西很讲究 很讲究 先来看一个有意思的 第一组我们称之为 修复工具组 在这一组里边 有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修复画笔 修补工具 红眼工具等等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非常简单 也很好用 简单做两个特效 给大家理解一下 知道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怎么去用就可以了 那么一般用来做什么呢 修照片 修照片 大家现在数码照片 数码相机越来越多 数码照片越来越多 是不是 很多片子不需要扫了 但是你拍出来还是有各种刚才问题 最简单的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脸上长了个包 蒜眼皮没拉好 是不是都要修掉 脸色不够好 所以那都不是数码相机问题 是你的问题 但是一样也得修掉 是不是 所以相机的地方是很多的 我们先毁一下这个照片 拿上铅笔 什么东西 比如这长一粉刺 这不小心割了个口子 这有点杂质 这儿呢有几个黑头 眼睛呢也不太 反正你看 这种片子就被毁掉了 是不是 基本上就乱七八糟就被毁掉了 怎么来处理它呢 这几种工具都可以处理 这种工具都可以处理 第一种工具叫做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那么这种修复画笔工具的使用 就是直接拿这个工具一抹 没了 很好吧 一抹就没了 所以非常之方便 非常之方便 你就拿着这个东西 什么都不用 一抹 没了 很方便吧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叫做什么 修复画笔工具 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 难道能看得清楚字吧 修复画笔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 怎么用呢 我们一般这样去用 它呢 需要在旁边做一个取样点 取样点 知道吗 就是找一块跟进的皮肤 Android件 Android件在这做一个取样点 取完样点之后 这不好意思 这有挂了一个纹理 谁给我挂的 做取样 不要做图案 这有一个工具条板里面 把取样 把图案关掉 然后从这呢 去画 你要画它肯定要你去做一个取样点 来修复它的原点 是不是 这好像有点像什么工具 硬张是不是 没错 就有个硬张工具 要橡皮图案工具 去做这个东西 那么去做的话 你在旁边 那么硬张工具有个特点 就是说你从旁边 是不是可以复制上去 多数人以前修图 都用这个工具 是不是用这个 是不是用这个工具 对啊 我们先看它有什么特点 它也是要在旁边 取一个取样点 按住Alt件点一下 我把这放大给大家看 按住Alt件在那点一下 然后我从这的颜色 把它复制过去 是不是 但是明显那颜色比这什么 行 一个老年搬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你虽然能修的 那你就得必须找到 跟它皮肤完全一致的地方 才能够恢复 是不是 是不是很麻烦 非常之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不太用它 不太用它 不太用它用什么呢 我们用这个 这个修复画笔工具 修复画笔工具也是一样 放到这 按住Alt件在旁边 取一个取样点 我这伸不伸啊 是不是很伸啊 你去取 你看 我还没松手呢 注意看 一松手 没了 自动融合的 是不是 自动融合 你取完样点以后 一松手 没了 没了 就这么简单 按住Alt 那你看一下 我再做一下 我把这的颜色 跟他做一下 画分 你看 这颜色是不是 这按 这是不是更亮啊 我按住Alt件 取一个取样点 一样 是不是很亮啊 一松手 没了 是不是啊 所以 我可以告诉你 橡皮图乱工具 怎么办啊 光荣退休 不用去用它 是不是 橡皮图乱工具 完全可以退休 除非你要两个复制 完全一致 对不对 你就可以用它 如果只是需要融合 根本不需要它 直接拿掉就可以了 OK 除了这种方式 还有一个工具 也可以去用 什么工具啊 就这个工具 叫做修补工具 就是这个补丁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个补丁包啊 修补工具 怎么去使用呢 修补工具更简单 修补工具呢 把它做一个选区出来 修补工具 做一个选区出来 把这框起来 这一步是要修颜色的 是不是要修的 然后哪块合适啊 觉得这可能合适 把这个东西 挪到这一松手 没了 方便吧 方便 很方便吧 行 你就在这做一个选区 用它拿掉 没了 这东西用来修粉色 黑头 一修一种 就这么一框 然后找一个好的皮肤 一扔 没有 自动融合 不会有任何效果在里面 大家忽然觉得 自己的轻冲 又可以找回来了 是不是啊 又可以找回来了 它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 怎么去存它 它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做 你要胆子大一点 你看啊 我准备把他嘴修掉 你要想做一个外星人出来特别快 很简单 你要想在这多做出一只眼睛来也很简单 是不是啊 它融过去速度非常快 而且周围跟跟周围的那个什么边缘融合非常之好 所以根本不需要做 挺害怕的 还是关了 不需要做别的效果 OK 我们关了它 那么下面一个工具也是挺好用的 红眼工具 这个红眼呢 也很简单 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方便啊 就非常之方便 非常之方便 那么 首先大家肯定很 应该很清楚 红眼是怎么来得到的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红眼 晚上 为什么晚上会出现红眼啊 为什么晚上会出现红眼啊 你看其实道理很简单 人到了特别暗的这种空间里面 情况下 瞳孔就开始放大 为什么呀 它要吸光嘛 是不是 它要吸光 它不是因为别的它吸光 但是这时候你拿闪光 你去拍打闪光灯 它的那个黑暗里面 它的眼睛还放大 闪光灯 啪 直接照到眼底 血感 血管 什么时候照到 就是红的 是吧 因为直接照到你视网膜了嘛 你瞳孔完全放开了 在吸光的时候 六十分之一秒的速度 直接拍到你的那个视网膜 就是血管 就是红的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 怎么避免红眼吗 很简单吧 你让它盯着一个亮的地方 不会有问题 是不是 或者有的时候 那个去红眼 那个闪光灯会啪啪啪 先闪两下 闪两下什么 它自动 那个瞳孔一收缩 最后一下是拍照 它就看不到 是不是 你让它去看亮的地方 或者你让它去 之前把红眼关掉 它就看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它又会 但以前的红眼工具 就比较麻烦 什么麻烦 就是有很多那个 做起来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得调啊 得干什么 现在这个红眼工具 很强啊 基本上你都不用去拉框啊 不用什么 不管它是多小 一点 没了 一点 没了 一点 点错了 是不是 没了吧 还是它多大的这种 也是 一点 没了吧 这么大的也是 一点 没了 而且它把瞳孔 给你恢复回来 很像是不是 一点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动物的也可以 一点 没了 是不是 这也可以吧 不过这就意味着 不是去红眼了 谁就给灭了 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工具很简单 大家知道怎么去用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而且它在不同环境下 不同大小上面 非常适应 适应很强 这一点 红眼就都去掉 很方便 那这组工具 就给大家说完 就不说了 来看 下一组工具 什么 那么 画笔工具 来给大家讲一下 画笔工具 你说 画笔工具还要讲吗 要不要讲 要不要讲 谁要是不讲画笔工具 不是一个称职老师 在Fotoshop 画笔工具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是重点 你可以记下来 我下面讲的20分钟 是重点 是你学习Fotoshop 核心那块干净 的知识点 核心知识点 就是关于画笔工具 怎么去使用 那么画笔工具 看似简单 实际上 蕴藏了Fotoshop 核心中 非常重要的一块 知识点 就是你要知道 画笔工具 该怎么去用 多数人以为 Fotoshop的画笔工具 使用的画画 错了 Fotoshop不是的 我说这组工具 叫什么 还记得吗 叫做绘画 画与修饰工具族 所以Fotoshop里面的 画笔工具 重在修饰 重在局部修图 重在局部修图 非常重要 我在讲画笔工具之前 我可以说一句话 你们记下来这句话 这句话 经常会招来有人说 会招来有人说 你看Fotoshop 第一个工具 什么工具 选区工具 是不是 选区工具 选出来是不是一个线框 那个线框 看起来像很多小蚂蚁在跑 我们把那东西叫蚂蚁线 是不是 蚂蚁线 你就记得 我会今天说一句话 你们记下来 蚂蚁线不重要 选择很重要 蚂蚁线不重要 选择很重要 蚂蚁线不重要 那么 我可以这样去说 在Fotoshop里面 经常会做选区 是不是 它是第一个工具 所以很多人放大了 关于选区的这个功能 好像Fotoshop 很重要的一块东西 就在于怎么去选择 这话没错 但是如果它只教你 用蚂蚁线去选择 那你永远也进不了高手的行列 知道吧 为什么要做选择 为什么要做选择 是不是重在局部修饰 重在区域保护 是不是 因为我不想把全途都改掉 不想把全途都改掉的情况下 我就只有干什么 我就说过我这话要招人骂 那么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概念 不理解这个概念 经常会说这个选区很重要 选区我说没错 但是蚂蚁线不重要 我一直在说 你要想成为Fotoshop高手 蚂蚁线要忘掉 不是说要忘掉 也不是说干脆不用 要尽量少用 为什么 蚂蚁线不会选择很好的种局 而且那是初级选择 选区的出现 蚂蚁线的出现是初级选择 你只要达到区域保护 目的达到了 对不对 那你选择任务就完成了 所以我会告诉你之后的一些 怎么样去做区域保护 和局部保护的一些特征 而在局部修饰里边 不出现蚂蚁线的情况下 画面工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根本不用蚂蚁线出现 你就可以去做到很强的修饰 当然前提是有压杆笔 对不对 不要用鼠标 鼠标你自己都控制不好 那个画的歪轻扭 你非得做选区才可以 是不是 有压杆笔的情况下 基本上不用选区出现 你都可以达到很多的效果 在那边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笔工具 来怎么去用 画笔工具怎么去用呢 画笔工具很简单 就是一个画画的工具 这是我们一直说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想把一个人 那个画一下 很简单 比如说我要把他的嘴画成一个红颜色 那我只是要选择画笔工具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笔刷改小 改小之后 把他的这个嘴一画成红的就行了 好了 画笔工具讲完了 为什么 大家会发现画笔工具去画一个嘴虫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是不现实的 虽然姑且不说我画的准不准 大家会发现颜色是完全什么 覆盖掉的 是不是 颜色是完全被覆盖掉的 那这不是要求你的绘画模式 那么画笔工具 不能这样去修一个人的嘴唇 那怎么去修一个人嘴唇 而是应该用这个东西去做 这是画笔工具的核心概念 就是它的模式 它的模式 在画笔里边有非常之多的绘画和修设模式 这是Photoshop的核心概念 为什么是核心概念 一看熟的人就会知道 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还有 图层 是不是 它跟图层的混合模式是完全一致的 它跟图层混合 这是图层混合一样的道理 但是图层混合我就不讲了 为什么 我在这讲过 道理是一样 道理是一样 我就不去讲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多少种混合模式 非常之多 正常 溶解 背后清除 变暗 正面叠底 变暗 变量 线性加光 什么检色 检光 就一共这么多颜色模式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 这个东西 大家觉得说 记起来很复杂 是不是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仔细看 不复杂 很好记 为什么很好记 第一组 正常溶解 背后清除 我们一会把它讲掉 大家看第二组 变暗 再看第三组 第一个叫什么 变暗 哦 什么意思啊 一对吧 是不是一对 有线性加深 就会有什么 线性简单 有颜色加深 就会有 他们肯定是一对吧 所以 正片叠底 和绿色 肯定是一对 就听起来名字很怪异 对不对 但是他们俩 是不是肯定是一对 所以你看 这都是彼此对应的 你只需要了解一个 另外一个反殖就是了 是不是 另外一个搞反殖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组呢 再来往下看 有什么特点啊 什么 以前是光 是不是啊 什么叠光 柔光 强光 现金光 点光 实色红色 是不是都跟光有关系啊 所以这组变化不大 很微妙 你只要找到一个切肉点之后 让他们找到彼此的差异就可以了 问题不大 这组 差距跟排足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反直 就是我们看到的负偏 就是看到的负偏效果 这是差距跟排足 反 然后再看最后一组 更简单了 色相 饱和度 亮度 什么东西 我上来 第一个就是讲的 HSB 是不是啊 色彩 这是基于什么的 基于人眼的 对 只不过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多了一个颜色 我们等会把颜色单题一讲就知道 是不是很好记啊 它的分组是可以分开的 OK 分开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一个 正常模式要不要讲 不要讲 大家都知道正常模式怎么回事 是不是 一直在那里去画 就OK了 溶解模式是怎么回事 溶解模式也非常简单 溶解模式取决于你的笔头的 这个虚化程度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笔头 是不是啊 笔头 打开之后 那么在这边有一个画笔 是不是有很多这种软硬的区别 有虚化这种区别啊 是不是啊 有虚 越虚 你的什么 溶解程度越高 是不是啊 反过来呢 实的会不会有这种效果呀 这个笔头是不是实的 是不是实的 你把它放到再大 它会不会有溶解效果呀 就不会很强 是不是啊 你之所以看到很 只是一个流量的问题 是因为流量的问题 所以笔画的效果 是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说 它不会有溶解的感觉 越虚 溶解越大 是不是啊 OK 没什么难的 不去说它 我们再看后边的 溶解不会很大 所以我们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下背后 背后什么意思 我们准备去做这个背后模式 时候会发现 背后模式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什么状态 是不是不可使用状态 不可使用状态 意味着什么 条件不吻合 是不是 背后和消除 在你当前状态下 是都不允许你使用的 何为不允许使用呢 因为你现在是在一张 背景上在工作 而之所以要让那个东西 动起来 必须有一个前提 是必须在什么 图层上工作 就是背后和溶解 都必须在图层上进行工作 那我们就来直接 新建一个图层得了 OK 新建了一个图层 把这个图层关掉 现在新建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层上面 有好多棋盘格 这棋盘格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透明了 是不是 这是在一个 透明的图层上去画 我们来把它的模式 放成背后 可不可以用了 可以用了吧 背后是实的 可以用 我把颜色呢 换两种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一种红的 一种蓝的 然后我们把笔刷 放小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感觉 我如果先画一笔 是红颜色 在这个位置 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 如果我把颜色 变成蓝的 再画一笔 应该是画在什么 是不是按照来说 应该画它上面 对不对 应该画它上面 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可是你实际情况 是会画在它的上面吗 是不是 会画在什么地方 会画它在这个值 再来看一下 我再切成红颜色 再往上加一笔 还是在什么位置 下面 什么叫背后 明白了没有 它只会画在什么地方 只会画在你图层的后边 只会画在你图层的后边 我再画在你图层的后边